确实哦 接着还要再请教的是 前阵子南韩社会也是相当的不平静 常常传出随机杀人或是性侵的案件 对此南韩的法务部长韩东勋 最近就暗示要恢复执行死刑 引发了讨论 想请钱豪带我们详细说明 好 最近有固定在收看 我们每周韩半岛连线时间的月听众 都应该知道南韩这两个月 随机砍人还有性侵致死 这些骇人听闻的社会案件评传 而近来又出现一个值得关注的动向 南韩法务部长刚才提词 也有讲到韩东勋部长 在8月29号要求要对全国四个 能够拥有目前拥有执行死刑的监狱 重新检验相关的设备 韩部长表示 目前死刑制度仍然存在 所以执行死刑的设施 也应该好好的维持下去 而且韩部长还只是要一一的确认 目前59名还没有执行死刑的囚犯 他们的收监状况如何 此话一出就引发外界的相当热烈的讨论 南韩是不是时隔多年 要恢复执行死刑了呢 其实就跟台湾一样 南韩目前还是拥有死刑的 而且跟台湾采用枪决不同的是 南韩是直接处以绞刑 但是上一回执行死刑是在1997年的12月30号 当时还是金永三总统在任的时期 当时南韩政府一次对23名重大的刑案囚犯执行死刑 但是从之后到现在 已经有整整25年的时间没有在执行死刑了 那在长期没有执行死刑的情况下 最近的南韩社会还在进一步研议 要新定这个新定这个罪责 要对这个重大刑案的罪犯 处以不可以假释的无奇徒刑 那在连月来重大刑案评传 这个韩东旭部长只是要重新的检验 死刑这个死刑执行的设备 似乎是在昭告社会各界 死刑还没有废纸 而且随时都有可能执行 那昨天这个韩部长又在国会接受了执行 他另外也表示 虽然南韩已经有25年 长达25年的时间没有执行死刑了 但是过去历届的政府 也都没有公然表明说 不会再执行死刑 那死刑的执行目前 死刑目前仍然明定于 这个大韩民国的法律当中 政府也主张要让死刑保留 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维护执行死刑的设施 就是法务部的责任 这是韩部长的说法 这当中还有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发言 韩部长还提到 现在还出现有指责的批判的意见 说因为太久没有执行死刑了 这个执法设施 已经被弃制成像废墟一样 甚至还发生特定的受刑人 对监狱教官施暴的状况 韩部长这样子的发言 似乎是要在混乱的这个时局当中强调 目前法务部仍然可以随时的执行死刑 或许是希望对有益犯罪者 能够发生一些些许的嚇阻的作用 但是政府是不是真的要透过 恢复执行死刑来管控社会秩序 其实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好 我们谢谢秦豪今天带大家来追踪第一线 谢谢 谢谢 我们下周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